买飞机来讲 除了新的飞机是一个选项之外 二手飞机它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那二手飞机来说呢 它有很多的不同的选项 像在美国来讲 它有很多不管是杂志或是在网站上 或是我们像我们这种飞机的broker 都有这个access 都可以进入到这些系统里面 那去为顾客找到他最适合他的飞机 那从小至四人座六人座八人座 甚至刚刚讲到十八人座 二十人座以上的飞机 我们都可以帮客户做挑选 那怎么样能够 怎么样选择一个 如果自己适合自己的二手飞机呢 那刚刚讲过的除了几个重点之外 二手飞机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保养 知道它的性能 买二手飞机跟新飞机的区别在哪里 新的飞机通常买了 它都会有这种engine program 或是说它都会跟原厂有这个保固期 所以一般来讲新飞机我们要去 我们要去比较去了解细节的就是说 怎么样适合自己 多少的 有多少座位 飞得多远 那维修费用大概是多少钱 这个就是新飞机我们要需要知道的 那保养来讲的话 大部分都是有原厂它在保固的 那也有不同的这种program 不同的program可以让客户去加入 那譬如说它可以加入引擎的program 那引擎如果有问题 那就是原厂在保固的 这个是新飞机 如何挑选新飞机 那旧飞机 旧飞机有什么不一样呢 二手飞机来讲 它其实 它的选项反而比新飞机还要多 但是它的入门的门槛相对的比较高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新的飞机 我们需要知道说 这台飞机从出生以来 每一个所做过的检查 每一个所换过的零件 还有它做的100小时 它做的每年的这些检查 针对FAA有针对 每一种不同型号的飞机 它都有它的检查的项目 所以我们必须要 就是帮客人把关说 当客人买到 当客人买二手飞机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确保说 它是一个很好的condition 它是一个很好的机框 买二手飞机所要看到的 有哪些文件需要去注意的 第一个 像飞机来讲 这个就是飞机的尾号 那这个就像是飞机的一个主谱吧 从出生换过的 每一个 做过每一个检查 换过每一个零件 做过每一个不同的这个 不管是有换引擎 或是有引擎翻修 不管小到一个螺丝 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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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IL 一个安全带 它全部都会有一个号码在上面的 它不像是说一般我们修车 可能就换一个 换一个零件 但是飞机它所有的零件都是要 美国联邦飞行局去核准的这个零件 上面都有它的编号的 所以去查是查得到的 那一般来讲 旧的飞机 第一个就是 Aircraft Lock 这个叫什么 这就是飞机的一个 一个 它从出生 它的一个历史 它所有的 做的维修记录都在上面 那 观众可以看到 它从 出生开始 做过每一个 检查 那检查的结果 换过了 哪方面的这些细节 都会在上面 那这上面 都会有这些签名 那签名是由谁来做这些 endorse来签名呢 都是要FAA联邦飞行局 核准的这个 AMP 或是IA 就是inspector 就是特别的检查员 它都必须在上面 做签名 而来担保的 所以这个的话 里面的内容细节 当我们客人在买飞机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确认 飞机 二手飞机 有这些文件 因为这个 有了这些文件 我们才能确保说 这个飞机 它是不是 有按照 它所需要的 保养的 这个 这个list走 有些飞机 它如果没有 就是按照这边 它的维修的 这个manual走 那就会 有问题 所以 第一本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 除了 机体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engine law book 那要看几个引擎 单引擎 双引擎 也不一样 那这个engine law book 它里面就是 所有就是讲 关于 这个飞机 它的引擎 那引擎里面 它有分很多 有气缸 如果是piston的飞机的话 它有不同的气缸 里面有做过 不管是什么样的overhaul 什么样的翻修 小到零件 全部都会记在里面 那像这边有一些黄色的纸 就是有换过的 换过的器材 换过的part 它上面都会有这些 所有的这个数字 它的联邦的这些续号 都会在上面 所以这也是买 旧飞机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除了这几点之外 它不管是机型 还有propeller 它的飞机的这个propeller 它都是有厚厚的一叠 所有需要做检查的 都在里面 那一般来讲 我们一定会让客户知道 像这个是没有办法 自己去看 自己去了解的 我们都会让我们专业 有经验的这些技师来看 从飞机 不管是几年薪 十年薪 二十年薪 它每一个detail都要看 它做了哪些检查 都要确认 它有没有去follow 按照这个联邦的规定 来做这些检查 那这些检查的话 就是我们需要专业的人员 来帮顾客来把关 一般来讲 在买二手飞机的时候 刚刚讲到了 需要有这个 美国联邦飞行局认证的 专业技师来做一个检查 那这个检查 我们又叫做 inspection pre-buy inspection 那这个检查 就是在买卖之前的时候 我们会让这个技师 除了看片这个飞机 所有的出身文件 所有它需要检查 或是检查过的项目之外 它还有一个就是 它必须要 在实际上在飞机操作 那要去测量它 不管它所有的 这些pressure 是不是 是不是在 正常的范围 那这整个费用来讲的话 依飞机而定 如果小型的飞机 小到三千块 那大型的飞机的话 上万块 几十万都有 那它就是以 不同的飞机的型号 还有它主要需要去 去查的这个 去verify 它有没有做过这些 要依照它所需要的 检查的项目 价钱也会有不一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这些事情